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人到中年 为什么好朋友走着走着就淡了 原因很无奈 我们一路走来 有儿时玩伴 学校的同学 单位的同事 玩得最铁的是一起创业的朋友 大家从一穷二百开始起家 再苦再累都不觉得累 只有互相鼓励和支持 人到了一定的年级 就发现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了 常常打开手机 几百个电话号码 不知道拨通谁的电话 可以诉说内心的烦恼 看看微信 也有很多朋友 但大多数是互相点赞 互相吹捧 有谁会懂自己 和自己真心对话 真的很累的时候 宁愿一个人安安静静待着 什么也不做 都不想去和谁交流 不想找朋友倾诉 人到中年 为什么好朋友走着走着 就淡了 原因应该有下面几个 感觉都很无奈 一 各自有了家庭 脱不开身 一入宫门 深是海 当你走进婚姻 就失去了部分自由 很多时间不是由自己控制了 特别是孩子出生了 满世界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孩子上学了 才猛然发现 父母老了 需要多多关照了 一个人结婚了 就少了和朋友交往的时间 更不能去和异性朋友交往 要知道 爱人会吃醋 会引起误会 导致吵架 甚至离婚 只能忍一忍 不打扰 不联系 慢慢就感情淡化了 几年不联系 都无所谓了 二 财富和地位悬殊越来越大 人的层次不一样 这些年 很流行同学聚会顺口溜 有钱的做一桌 没钱的做一桌 结婚的做一桌 离婚的做一桌 聚会的时候 大家真心交流少了 互相攀比 多了 爱面子的更多 不仅仅是同学聚会 就是昔日好友聚会 也互相吹捧 没有财富和地位的人 只能靠边站 真心互相帮助 真心交往的朋友 慢慢少了 曾经一起奋斗的朋友 因为一个穷 一个富有 都没有共同语言了 时间到底是磨灭了友谊 被同学位占据了 有的人 有钱有势 就看别人不起 认为自己的 高人一等 那些普通的人 自然就不愿意交往了 表面说 人有层次区别 实际上是失恋太多 三 为了理想 不得不放弃社交 无用的社交 只是会浪费时间 一个天天聚会的人 很热闹 但是往往是混混 表面上很开心 实际上 没有什么出息 真正的强者 都独来独往 因为理想靠自己 谁都靠不住 因此 一些欺热好友 没有利益往来 或者大家在不同的城市谋生 自然就分开了 变成了很熟悉的陌生人 人到中年 需要养家糊口 需要钱 不得不放弃一些社交圈 挤出时间去奋斗 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 四 大家都是玩手机 少了真心交流 聚会也没意思 现在网络发达了 大家想要了解一个人 谁时谁地可以聊天 但奇怪的是 大家网络里聊得火热 现实生活中却无话可说 偶尔见面 也是低头玩手机 互相聊天 不如微信群里抢红包 曾经看过一个朋友的朋友圈里 发了一条消息 大概意思是 过年的时候 儿时的玩伴 好不容易都回家乡了 能够聚拢 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两大桌子的人 都是低头 一个个都很忙 好不容易等到上菜了 吃吃喝喝的时候 多说了几句话 也是和童年五个的一些网络段子 吃完饭 大家就散了 却继续在微信里聊天 到深更半夜 群里还很热闹 过了几年 这位朋友过年就再也没有发过类似的消息 原来他不去参加玩伴聚会了 现实中 大家陌生了 所有的感情都在手机里 没有意识 当现实中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 朋友的交往就感觉没有意识了 虽然有些无奈 但现实就这样 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 其实朋友不在乎数量 而是靠质量 真心实意的朋友 有几个就足够了 可以彼此懂得 落货的时候 辅一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